九二人格學是一種用來分析人的個性模型 將人畫分成九種核心的性格模式 九二人格會有各自不同的思考、感覺和行為模式 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自己的內心和行為 從而進行自我提升 九二人格學非常受歡迎 不少的跨國企業包括蘋果和迪士尼 都會利用九二人格學來進行員工培訓 這個系列的影片會逐一介紹九二人格 可以讓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性格模式 九二人格學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三大智能中心 分別是思考中心、情感中心和行動中心 對應著我們的頭腦、心靈和身體 而不同性格的人也會傾向使用不同的智能中心 作為生活的中心 上一次我們就提到以頭腦作為中心的忠誠者 這次要介紹的就是同樣以頭腦作為中心的 第七型人格 樂觀者 第七型人格樂觀者的代表色是橙色 橙色某程度上代表熱情和挑脫 他們是九型人格中最具正能量、最有活力和最爽朗的人 樂觀者就好像一個冒險家 追求快樂和自由 他們總是樂意嘗試新的事物 樂觀者希望自己的每一日都是過得快樂的 希望自己可以享受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而不讓自己墮入悲傷中 一個典型的樂觀者就會認為自己有以下的這些特質 第一 就是總是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迎接每一日 第二 就是總是可以不斷發現到生活中的驚喜 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第三 就是樂於學習 抱著好奇心去看待世界 第四 就是總是可以帶到快樂給身邊的人 是眾人眼中的開心果 第五 就是可以舉一反三 觸類旁通 郭先生是一個中學語文老師 對教學非常有熱誠 他的臉上總是會掛著笑容 他的笑聲也都很爽朗 性格樂觀的他總是會受到學生和同事們的歡迎 郭先生的課堂也都好少會出現冷場 他好懂得去活躍氣氛 也都會用一些比較生動的教學方式 跟學生去交流 郭先生的同事都好喜歡邀請他一起聚餐 他說聚餐的時候我最怕的就是冷場了 我會覺得很尷尬 但跟郭先生一起共事之後 就沒有出現過冷場的問題了 郭先生還可以令聚餐的氣氛很自然地活躍起來 他健談、講話幽默 可以很輕易地令大家放鬆和活潑起來 郭先生除了可以帶動氣氛之外 他都是眾人的開心果 每當他們感到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他們都很喜歡找郭先生吃飯和傾訴 郭先生好像從來都不會感到負面 同時找他傾訴之後 都會給他身上的正能量感染 心情總是會好很多 郭先生說 其實我都可以感受到好像他們一樣的工作壓力 我們總是難免會有傷心難過 覺得生活不如意的時候 但我不會過度執著或者轉牛角尖 世界不會因為我們感到難過而停止轉動 所以我們要向前望 以後的日子肯定會更好 郭先生是一個典型的樂觀者 樂觀者是快樂的象徵 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樂觀者都可以在一個正面的角度去看 不會將負面的情緒過度放大 反而會用灰涵的態度去看待那些不如意的事情 樂觀者都會令自己專注在生活上的美好 在任何的情況下都可以尋找到樂趣 一個樂觀者經常都會有以下的這些想法 第一,就是我們應該要放眼未來 負面的經歷不過是我們生活的一小部分 我們應該遺忘過一些失敗和難過 第二,就是我們應該不斷嘗試新的事物 在探索中明白到生命的意義 如果我們不曾嘗試的話 又怎會知道那件事是不可行的呢? 第三,就是生活是充滿喜悅的 我們應該要以笑容去回應生命中的美好 第四,就是很樂意認識不同的人和他們合作 因為這樣會帶給我不同的人生的經歷 但我不會讓任何人去操縱我 樂觀者的腦袋裡總是會失滿了不同的計劃 他們總是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嘗試不同的事物 每天都是同時間和自己的體力競賽 所以,樂觀者總是要進行不同的取捨 亦都很容易出現重量不重則的情況 所以,思想正面的樂觀者 其實有時候都會遭到其他人的批評 其他人會認為他們過度樂觀 不切實際,三分鐘熱度等等 一個樂觀者在生活上就會遇到以下的這些煩惱 第一,就是生活中充滿了樂趣 我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體力去嘗試所有的事物 第二,就是我總是會有很多不同的新想法 但我很難去做到貫徹始終 第三,就是其他人會認為我過於樂觀 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心懷希望才有向前的動力 第四,就是我的朋友會認為我沒有耐心去傾定他們的心事 但其實我很早就理解到他們那些難過的經歷了 但我認為他們一直在重複苦惱同樣的問題 我認為心目上做很多事值得我們去關注 我們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在這裡煩惱 樂觀者最怕這樣都無聊 亦都不喜歡任何負面的事情 他們的興趣亦都很廣泛 所以他們適合一些比較有挑戰性或者變化比較多的工作 一些需要他們發揮創意 或者經常要面對突發事件的職務 比如說飛機師、攝影師、專案經理等等 有些樂觀者甚至會選擇同時兼職幾份工作 希望自己可以同時嘗試不同性質的工作 感受不同層面的事物 但樂觀者就不會喜歡一些重複性比較高的工作 比如說公務員、民員、會計師等等 一個成熟的樂觀者 總是可以在平凡中找到樂趣 活得隨心自在